迎女星渐气因栽培成超夯童星。 刀妻奶奶极度争夺抚养权。 李允志,又,饰演丹心妈妈! 。 2018年3月28日。 由李允志,孙承源,金美精等人共同演出的给予幸福的人,描述一个在育幼院的孤女,因领养器因成为单亲妈妈,却在抚养过程中,意外发现有关自己及孩子绅士的巨大秘密。 魁威一年4个月,产后付出的女主角李允志提到,能演母亲的角色特别开心,但对男主角孙承源却感到抱歉,因为对方的荧幕出本,竟然献给一个大自己6岁且生过孩子的女人。 李允志剧中是个从小遭受辩护,因此失去父亲及妹妹的孤女。 独自在育幼院长大的她,某日却因剪刀器因,从此扭转了自己的命运,细心呵护的孩子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,但也引起小孩亲生奶奶的觊觎,两人开始进入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战争。 近生人母的李允志,提到与剧中童星对戏时,会联想自己女儿7岁时的模样,让她感到相当幸福。 但也以母亲的身份,遇到悲伤的桥段时,会过度投入而哭的不能自已。 金美精不择手段与李允志抢夺小孩服养权。 屠东森。2018年3月28日。 首度丹钢男主角的孙承元,在剧中诠释李允志身边的阳光暖男,在初见她的瞬间,就被对方的善良与正义感所吸引, 就算是担心妈妈也不改对女主角的感情。 深情又专一的形象,让孙承元坦言角色设定太完美,根本是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类型。 给予幸福的人3月29日起,晚间9点在东森戏剧台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